接着镜头来关心的是光复乡代表会定期大会 乡镇总执行议程 那么今天是倒数第二天 乡代表们不论质询次数 从乡代表提案执行进度 观光产业环境营造 以及地方交通建设改善 乃至于台九县大全段道路拓宽 以及国土计划说明会等议题 各个是卯足了圈力软番上台质询 乡公所客是主管 在乡长林清水的带领下 兵来降党 水来土掩 双方热烈讨论 最后倒数第二天的光复乡代表会定期大会 乡镇总执行议程 乡代表们不论质询次数 都纷纷把握机会上台质询 乡代会主席廖宜军 乡代表郑万镇 郑金宝 吴辉明等人 特别就乡代表提案执行进度 部落道路改善 活化吉利潭 及泰巴朗俊纳池观光产业资源 以及农官客 农药检验站 风灾 抢修工作 质询关切 这次定期会 首度质询的商代表中卫兹 也提出了包括国土计划说明会 台九县大权短拓宽 大农大富东侧缺水等议题 百姓他们的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我们就朝着 跟百姓这边站在同一个地方 应该会在线上 那后面如果真的可以 这个都是 需要工的帮忙什么 那我们可以预防 而且这些都是有关 另外春末初夏 小黑文开始括药 乡公所防止座围 以及市区街道停车 交通问题等等 二度上台质询的 当代表林书卿直询反应民情 要求乡公所重视寻求解决之道 是不是由我们公所来跟 一粒麦子做协调 看看 我们去现场可以看一下 公园街的状况 是不是可以做什么样的改善 有乡公提起 是不是 做 一边的停车就好了 不要让 两边都停 因为我们光复 我们光复乡的乡道 其实 我曾经提过 跟隔壁民政比起来是有比较整 除了之外还包括了活动中心 纯办公室 增设监视器 第三公墓 还地于民 农路改善用地取得均益 农业灾害防治 建议吉利潭 园区收费议题 因应风雨计划 导览人才 培训等作业 向代表们 咨询高度关切 乡长林清水 率领 客室主管 主意说明 意见交换 在议事殿堂上 所会双方理性讨论 互动热烈 记者是玉兰 光复采访报道